2021年12月21日 光之兄弟群体 地球会改变 一切都会改变 传导 莫尼克马修 一者扬声传导 地球的孩子们 光的孩子们 你们是我们的兄弟 你们心中有这么多的爱 但仍然忽视他 今天我们仍然带着 巨大的幸福来到你们中间 正如我们告诉过你们的 很多事情会在你们每个人身上显化 尽管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 因为你们都是不同的 但仍然有一种如此强大的东西 那就是爱 这种爱没有任何人 可以从你们身上带走 我们可以把你们放在任何地方 爱会留在你们内心深处 你们必须有这种意识 这样你们才能真正获得力量 这种力量也深深地沉睡在你们的内心 你们很快就会需要这种力量 与此同时 你们每个人都在一点一点地改变 人类的大变迁已经开始 巨大的变异不是人类的变异 是所有生命整体的巨大变异 他们向我展示了 生活中的一切都彷彿被黑暗的面纱所掩盖 就像一层覆盖一切的烟雾 当然也包括你们人类 这些黑暗的面纱将再次被来自宇宙最深处的巨大之光所溶解 看看自然 你们所看到的还不是它的现实 大自然在受苦 树木死亡 大自然有时是暴力的 甚至与各个领域有关 很快在地球经历了数千 数百万年的所有这些风暴之后 很快一切都会平静下来 因为再次覆盖一切的面纱将完全溶解 一点一点的 彭彭自然和人类从巨大的睡觉 每个人都会开始意识到生活是不同的 他们自己是不同的 地球将被重新播种新的花朵 各种新的种子 当它发生时 人类也将被重新播种 但不是种子 而是爱 爱的种子会提供给你们 什么是爱的种子呢 这些是非常强大的能量 它们会唤醒和滋养 处留在你们内在的深深的爱 明天真的会是另一个时间 另一个世界 所以显然所有听过我们很长时间 特别是一段时间的人都会说 是的 我们看到的都是悲伤 它具有强大的破坏力 我们看到的是人类的奴役 我们看到的都是悲伤 那是暴力 那是痛苦 所以我们要说 目前这一切都被这片黑暗之云有效地覆盖了 只要它没有被溶解 消灭 就会有这种痛苦 这种暴力等等 所以在座的每一个人 以及所有能够倾听我们的人 都知道你们有一个伟大的使命 帮助光在你们内在成长的使命 帮助爱也在你们内成长的使命 也就是说所有这些光与爱的小种子 你们将不得不接受它们 以便它们滋养你们 明天将知道如何定位自己的存有 将知道如何说不得所有世界存有 所有将不会受到全球催眠的重存有 所有这些年老的存有灵魂 美丽的灵魂都会发光 它们会通过它们的光辉和爱来帮助你们的世界彻底解放 它们将促进这种解体 这种黑暗的根除 仍然笼罩着人类和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生命 我们告诉过你们 单靠人类无法摆脱越来越紧的套索 不仅对人类如此 对所有生命也是如此 总有一天 如果没有更多的尊重 如果不再有与地球母亲 各个领域 尤其是人类相关的爱 一切都将被去除 因为在这个非常特殊的时期 人类被数字化 人类被囚禁了 但时间不长 所以凡是不往深度转化的方向 凡是能不走向解放世界 解放人类的方向 一切都会被去除 所以有良知的你们 没有让自己沉睡的你们 心中有爱的你们 请欢呼吧 欢欣鼓舞 因为明天将由你们来统治 当然这是团结 博爱 尊重和爱的统治 所有这一切 我们告诉你们的一切都是绝对的真理 所以不要为黑暗的工作而悲叹 而是为光的工作而高兴 它来解放你们的世界 它来把你们解放出来 当然会有一次又一次的极度混乱的时刻 但对于那些已经觉醒的人来说不是这样 因为他们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你们社会中的一切 所有所说的 所有的操纵 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强加于你们 因此 请保持这种巨大的信任 保持这种巨大的信念 成为光与爱的小战士 当然 士兵这个词并不恰当 因为它更像是战争 但可以有光之军队前来解放世界 光之大军只能在阴暗处进攻 而正是阴暗处禁锢了世界 你们会有越来越重要的迹象 你们会在大自然中拥有一些 你们会看到它一点一点的改变 它有更多的力量 更多的美丽 你们会看到即使是工人类想用果实的果树 也会结出更好的果实 一切都会改变 人体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身体的意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显然 存在意识和一切事物在和谐中 在另一种振动中一点一点地回来 当心 注意你们身上发生的一切 交流你们的经验 这可以帮助你们的兄弟更好地了解它正在发生的事情 你们会有越来越多的直觉 你们生活的黑暗世界会越来越少地触动你们 因为你们会走自己的路 你们会拥有这种深厚的友谊 它将走在这条光之道路上的存有联系在一起 这种友谊 这种兄弟情谊将变得越来越强大 正如我们告诉过你们的 如果你们每个人都在场 或者所有能够倾听我们的人 如果你们每个人都努力发展光和内在的爱 将能够联系到它并知道你们将受到极大的保护 因为光和爱 因为我们的光之兄弟 我们的银河兄弟 我们需要你们 在某重程度上 你们是地面部队 他们显然在这件事上有着最艰巨的使命 但在实现中却是最美丽的 让自己做好准备 在你们存在的深处 为这个荣耀的生成做好准备 天会变 地会变 生命会变 这个世界的一切都会变 当我们说天会改变时 我们的意思是不会再有任何类型的污染 这很重要 在那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还有荆棘从要经过 但地球之子们要知道 无论你们必须经过什么 你们都会受到保护 你们不仅会受到光和爱的保护 它们会在你们内在越来越多的发展 而且你们会受到巨大振动的保护 这些振动会越来越多的提升你们 还有你们的指导灵 不要忘记它们 它们和你们在一起 它们和你们在一起的使命 会越来越重要 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 但首先我们想对你们说 欢呼吧 在深深的喜悦中 试着去感知这道光 它会变得越来越明亮 几乎令人眼花缭乱 欢欣鼓舞 因为黑暗真的已经去除了 打听了 会儿就会变得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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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多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